北京将旅游业武器画力图,让帕劳与台湾断交,北京试图以旅游业为武器,逼迫太平洋小国帕劳承认所谓的一个中国,即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与台湾断交北京进来,显然是下达了帕劳旅游禁令。 到帕劳的中国游客急剧减少导致帕劳大批旅馆关门由船停歇,帕劳是台湾在全世界仅有的18个邦交国之一路透社报道说,帕劳去年接待外国游客12万2000人次其中5万5000来自中国9000来自台湾去年下半年,中共当局宣布帕劳旅游非法中国游客由此急剧减少近户消失。 帕劳是美国的盟国,美国每年向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和帕劳提供大约2亿美元的援助,并负责这三个国家的防务帕劳,认同自由民主制度,因此跟台湾更为亲近。 但帕劳也希望与北京维持良好的关系。 但北京要帕劳,承认北京所谓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即承认台湾属于北京帕劳,没有接受北京这一要求,导致北京以旅游为武器对帕劳。 实施制裁北京去年也以旅游业为武器,禁止中国游客去韩国旅游,以便对韩国施加压力。 力图迫使韩国废除,接受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决定。 路透社就北京以旅游业为武器对帕劳施加压力的问题,向中共外交部提出了询问。 中共外交部没有对询问做出直接的回答但表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必须是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之下。 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中国与世界各国维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前提和政治基础。 面对中共将旅游业务计划,帕劳政府正在寻求通过开发更高档的游客,而不是依赖中国大批量游客来振兴旅游。 夜2015年10月28日收到的一张未著名日期的宣传照片,展示了太平洋群岛,帕劳的斑点舔嘴唇鱼。